- 大家好,我是大牌出版跟一起來出版的執行長,我叫陳旭華 首先要介紹給各位讀者的是這本已經發行十年廣受好評 台灣的朋友很喜歡自己開店,自己開業 你在資金、能力設備到位之後 它就是一個身材工具 透過這個身材工具 你可以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其實這是需要時間考驗的 我們常看到很多店面在開了半年之後 就經營不散倒閉了 其實大家忽略的是 你這個生產設備工具投入之後 多快能夠產生最重要的叫利潤 那還有一個是現金 現金就像血液一樣 當你的血液流通不良的時候 你的店面很快就會倒閉 那這本書在發行十年之後 獲得許多讀者的讚賞 那最後 還有蔡康永也強力推薦這本書給所有想要開電影業的朋友 那第二本我想介紹的是 台灣朋友旅行最常選擇的地點之一 就是京都 那為什麼大家到京都一定要到京閣市呢 其實背後有一個非常深刻的原因就是 三島的肌膚的京閣市這本小說 其實要發展觀光呢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本好的散文或小說 那三島的肌膚的京閣市其實就做了最好的例子 大家只要去過京閣市就會發現說 它在你心目中想像的大小 可能是差別可能真的是千萬里 它在你心目中的巨大可能像101一樣 可是當你看到它的時候 發現它只不過是像台灣很多景色景點一樣 一個亭台樓閣 也不過是一個兩層樓的建築這樣的小 那為什麼會在大家心中產生如此巨大的印象 其實就是京閣市的威力 那它透過一個真實的人物 在1950年一個口籍的和尚 那以起一場莫名其妙的大火 那所造就出來的一個深刻感人的故事 也就造就了今天監督人等 不論是台灣民眾還是歐美人士 都一定要親身前往的 要一窺就近的一個傳奇地點 那第三本我想要介紹的是 二二年剛去世的道勝和夫 其實我們人到了50之後呢 會追求的是人生的意義 還有多讀一些人生哲理的故事 那其實人生沒有多少事情是公平的 那從這本書裡面你會看到說 人生其實要追求的是一個經歷 每一個故事或者一個磨難 它都是人生的歷練 那經過這些人生的歷練之後 你追求到的不論是善還是惡 其實你心之所向追尋到的 所以有所謂的善惡論跟性善論 那多數的人都是心善的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好的結果 那我也強烈推薦給所有年輕的朋友 可以看看這本書 去華第四本書要介紹給讀者的是 資料故事時代 那為什麼要介紹這本書 是因為台灣有眾多的中小企業主 在商場上奮鬥 但最重要的是除了實力以外 你還有說故事的能力 那他就運用了一個醫生的故事 產入樂跟洗手戰役 這個很重要的事例來引述 也就是說當你在職場上面 發現了一個重要的事件之後 發現了重要的事件之後 最重要的是如何引導介紹 給一般的民眾能夠接受 那所以這本書呢 我相信對所有在職場上面奮鬥的朋友 會有很大的幫助 謝謝